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一起做的《香港人家书》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今天是第二集的,林柏兄 没错,我们《香港人家书》第二集都是老鹅和何林柏 一起谈谈加拿大香港最近爆炸的议题 广传媒加MIHK跟大家报导这些议题 林柏兄,果然香港的气候变化得快 连加拿大的气候也不枉多样 一教醒来,满个树木都是黄叶 落雨进入秋季 没错,我们继续一变成秋 其实落秋已经很久了 现在进入了加拿大,特别加西 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所以大约在秋季,跟那些雨就要做朋友 不知以前写这首歌《老友记》 是不是在这里追女孩的时候 有点灵感想想出来 秋雨蒙蒙,有点浪漫浪漫地黑气氛 是,我以前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很怕秋天 因为开车进入UBC的时候 下雨,线态各方面很担心 有时太早天黑,感觉很不好 大过了就开始学会四季分明 BC省也很有趣 四季,春夏秋冬 其次鲜明,每个季节的角色 不像香港,只有夏天 香港是冬夏 冬天都没有了,秋夏 有时到11月都很热 加拿大现在进入了秋天的气氛 其实也都政治上,或者我们叫做疫情方面 目前还在延续中 不过呢,BC省有一些新搞作 省长说要提早省说 为什么要提早呢? 他有什么把炮的符符呢? 他是不是坐定粒鹿赢啊? 如果不是,他也不会提早的 照计 在他而言,出得招,当然是会赢的 不如出招来被人打败 他是现在BC省的自由党,新民主党 就是一个执政党 NDP 最大反对党就是自由党 BC的自由党,不是联邦那种 我想请教一下,我不是有时常被人笑 我常常说Liberal,Liberal 但你知不知道有BCLiberal 和Fraderal的Liberal 其实是怎样分辨的呢? 这两个党大家都叫自由党 都叫做Liberal 但是没有重属关系 哦,不关事的 不关事的 两个党是同名的 黑邦那样,一会有什么堆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跟着一个大字头 不是 他们完全是两个政党 哦,OK 只不过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但是这样 新民主党 BC的新民主党 和联邦的新民主党 就是联邦 有重属关系的 直接是同一个党 不过就是联邦的NDP 然后我们现在BC执政的就是BC的NDP 真的有重属关系 是兄弟波 BC的NDP都有党灰 和Fredo的党灰有不同的 是吗 是的,省的党灰就是何锦 何锦即是省长 联邦的NDP的领袖叫做祖缅成 是,印度人 是阿星哥 是,是 杰麦星 按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做祖缅成 祖字很难写的 我又想说 很多人都说 加拿大会不会有什么 格拉斯林 种族这些歧视 但是如果你看看一个反对党 党灰都可以是一个阿星哥 那你就知道 其实这件事就是很包容的很重要 同时之间 是看你自己 在一个社区 或者社会 政治上 你可否indigrate 和融入去爬上隔壁街 这个祖缅成就是安省法职的 是 他很努力的 他整家兄弟都是律师 做得很有成绩的 其实都是一个政治奋斗故事 那现在就讲到BC 他现在搞这个省选 就想说10月24日再选 为什么要搞呢 就因为现在的NDP 和这个反对党BC自由党 在省议会的票数都是41票 打和的 打和 为什么还可以执政呢 NDP就靠他的兄弟党 不是兄弟党 不是兄弟党 伙伴党 叫做绿党 BC绿党 Green Party 那两票 于是就变成43票 即是他结成了同盟 有些什么NDP的议案 绿党都会支持 那变成43日 对41 就叫做可以砌到自由党 其实也很危险 是的 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 叫做少数政府 过了过去那三年 即是他在2017年上台 是 都觉得是颜危符的 即是如果是有些拗叫 不听话 那时 自由党就会反攻 于是随时会变成了不信任 例如那些异讯案 明白 星期一我就听到何锦 John Hogan 就出来说 我们开始省选 即是我们可以专心一致 趁这一时间 不要搞那么多政治纷争 让我们可以尽情地 去对抗这个隐形的敌人 因为武汉肺炎 就是搞好这一方面的事 但是他说 如果你们投错票 你给了BC Liberal 他们的政策 就是会帮助那些有钱人 帮助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是不是真正正 他在一个省里面 专心去做一件事 帮助大家 共度时间奋斗 他很大疑问 你们要选我们 就是什么的 现在他又收拾了Green Party 这些和平组织 绿色环保的人 又阻挤在家 那我们的省 是不是很社会主义 还有左谈得很重要 是中间谈了 就是毫无疑问 刚才提到NDP和Green Party Green Party 基本上是左翼中的左翼 对于环保议题 气候、碳排放 即是有一套很强的制裁 即是How dare you 的朋友 是的 你记得她是挪威女孩 How dare you 全世界那些人 为何你们会搞到地球千瘡百亡 How dare you 现在赫锦就对着自由党说 How dare you 他想赢他 我看过去那两年 其实三年左右的政绩 赫锦的新民主党 基本上就是无风无浪 那他上台的时候就用了一些 没有自由党 没有BC自由党的 就是自由党的政綱 就对于这里的商业 对于这里的 就是和国际贸易方面 就加强我们的资源的出口 明白 令到我们的经济过去 就是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都是稳步上升的 那就不见得 就是大派福利 又在那里周制一些穷人 总之就洗光库房为止 没有这些 假扮了 但是他又行一些 比较是帮经商 营商 是的 就是中间的路线 就是很好中产的路线 是的 都是无风无浪 都赢得民望 现在看来 他所谓的党的 popularity都不错 于是索性就提早一年 都大半年的 其实下一次大选 都是要到2021年的 我有个提问 我每年都回来一两次 我就发觉 其实在BC里面生活 很多东西 跟我年轻十几二十年前 价钱升幅了很多 甚至在温哥 即是贵了 贵了 那个inflation也是难搞的 房地产又贵了 这些似乎 对一些本地的人 会不会说 搞错 国家 那麽贵 那怎麽生活 搬到很偏远 搞乱了 我那个 community 社会的一些 practice 那这些 会不会白人 或者本地人 对这方面 有些微言 你都知道 他们比较喜欢福利主义 多些 有不见得白人 喜欢福利主义 他们都是 有些都是做生意 他们都希望公平些 不要就是劫富济贫 是 因为现在劫富济贫 似乎就是联邦自由党 做多了少少 是 BC来说都更克制 是 我觉得他最重要 他能够 希望未来省选 即十月的省选 能够赢的 关键就是这个疫情 他那个BC的处理 是 是比较 在全国来说 都得体一点 是 as compared to Ontario and Quebec 是 赢了 如果你说 BC的死亡 只有200多人 是 那我们 确诊的都是 一晚都未到 现在 到现在为止 在BC 慢慢声 死人 一天都 确诊都要四五百宗 近来有 翻法的机会 那这个 控制得比较好的疫情 其实要 就是 居公得益于 不少的唐人 在加西的 譬如大温地区 他们在二月初 三月的时候 就拼命戴口罩 是 有理无理 去到哪里都戴口罩 对于防疫的意识 就很强 这方面 亦都可能 因为我们加西 对于中国大陆来的 疫情的资讯 掌握得好一些 稳感 是 自动自觉 社交疏离 有一个所谓社交疏离 就是做足措施 就尽量不去多人的地方 也都不搞聚集 这方面 就令到我们的疫情 就没有这么大规模 搞到 那个 确诊数字 不停飙升 而且我们又是缓步下降 死亡又少 最初 你知道 BC 最大事就是老人院 护理院 因为那些是 封闭空间 老人家 亦都是 又没有什么去曬太阳 又运动少 加上很多 老人家 没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 唏嘘废弱 到处都是 安省都是 所以 这又不见得我们特别 就是 当时最初是 对老人院的处理 是有少少失着的 但后来就改善了 明白 现在就反而 那些年轻的 确诊就多了 这个省选 疫情来说 这个河瑾 即是省将河瑾 都抽水的 都抽水的 说他自己做得好 是啊 再加上 这个省的首席卫生官 这个邦尼医生 最近就说 他受到一些死亡恐吓 有人就批评他 在网上留言 就对他很 这个态度很敌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他都做得挺好的 情况之下 这个有时 即是跟美国加拿大 有些人就说 我戴不戴口罩 是一个free choice 关系差一点吗 是一个free choice 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戴口罩 为什么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有些白人 主要是白人 我没见过有色人种 小数人 小数人说 反对戴口罩 有些白人公开 我们大概上个月 在down town 参加 就是采访那些 支持香港的 一些示威抗议场面 旁边就有些白人 一些聚会 就反对戴口罩 还反对我们 戴着口罩来聚会 就来踩场 是 要那些温哥华警察 交CMP出来 在美术馆门口的楼梯 隔开他们 叫你们 省点 你不要妨礙别人 人家都是想保护你 我怎知我没有肥病 我感染到你 那些白人就说 free choice free choice 不要戴口罩 你们戴口罩 你怎么搞错 要被政府禁止 这个也是在欧洲的自由主义 英国内 现在又爆上来 一个很大的巨大 是的 芭牙 法国 英国 都犯法 很大件事 反而德国人的纪律比较好,就控制得好 德国人的纪律比较好,和德国人的卫生条件 在数来世界上都是 就为一致 是的,它的民族服从性很强 第二,对于很多工作很细致,和很执着 说回散选,有什么资格才可以去选? 是否一定要是加拿大的公民 才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还是在这里居住的居住都可以做散选呢? 散选基本上都要公民 因为到时你可能是你的其中一个ID 要加车牌,要恒常居住在BC 就好像我未听过有海外的散选设计 但它说这次辩计有35万的选票 邮递选票就可能在偏远地区 是 它本来是寄出来的 很近Yukon,这些地方是远一点的 是的,那些地方找个投票站都很难的 计呢? 计有,还有提早选据的 即是说好像 例如海外服役的军人 是的,他们要有整个几星期 如果没有记错,就是9月底开始已经可以有邮递了 明白,大家看看这里的疫情也不是比香港轻松的 为什么林郑就可以一个疫情就选择呢? 是的,为什么不禁止选择呢? 我们就散选了 是的,我们有200多人死亡 香港也是差不多 香港也是,100多人 8多人,比我们更少 为什么香港又要禁止林郑是否搞作 因为根本就逃避 就是会惨输的结局 所以就避斩 就是看我的样子之外,很可笑 但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这样打给自己的 不行不行不行 这种态度不行 应该这次它是为了保住卫生 大家的美免感染 就是避免感染都会有很多了的票站 应该会是 票站多了,还有那个social distancing 即是physical distancing 都会加强的 还有它会排队的 排队会一样是六尺六尺 距离我们的social distancing 是六尺为准的 就不是1.5米,我们是2米的 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戴着口罩 还有按照那个指引去 就是加拿大人在投票方面 就很守秩序的 就不会一窝蜂涌进去 一定要程序很清晰 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家 在选举的期间都是有疫情的 是 都一样照做的 新加坡做了 没事的 没问题的 新加坡更早做 所以林郑这一句 这个suspend这个立法会选举 其实真的摆明是玩意的 只可惜香港的市民在这方面里面 不能很坚持持续罢工罢货 或者是罢市 或者是上街去抗议 政府剥夺了基本法 赋予给香港人这个选举的权利 很可惜 真的不够硬正 应该早就要跟他购买过 因为疫情不是一个 那么杀伤力的因素 没错 根本就被他借疫就逃避 没错 你看看白罗斯 选了出来 现在都不承认你 是吧 这方面的东西 香港始终都是比较临线的 就是我们这些香港人 但是香港警察又不临线 警察收过警察通例 就要他指定的记者 什么四川日报 什么港人不邦 Speak out 你记不记得 那些港人港地 那些就可以去采访 太公报 文匪报 那些就预计了 那些记协和涉影记者协会 过去一直发出来的记者 学生媒体 那些叫做适应 就不承认 是 就有学生的媒体很多 就有网媒 是 一样东西我想先请教你 就是资深媒体人 以前在香港里面 的传统媒体 发出来的有效证件 包括报纸 电台 电视台 几种不同的媒体的证件 过去就 记协 涉记 还有FCC 外国记者会 是 还有 传媒机构自己发出来的 都是有效的 因为 因为香港你扮传媒 以前我们叫做子媒 或者是通讯社 全部都要登记 是 即不可以 好像 现在的网媒 就不用登记 但是 不用登记之中 我们通常都以一个行业标准 比如说记协 涉片记者协会 我们要在那里拿到一个 即是叫做机构认证 很多时候都要加入记协 加入会费 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记者认证 就由警方去确认 或者是警方去选择 完全是违反了 新闻的一个基本原理 因为 警方都是被采访对象 没错 被采访对象 怎可以决定哪个人去采访 警方是受监察的 就是行政机构 对于政府来说 他受监察的 怎可以决定哪些人去 即是说 他要被监察他 就决定哪些人可以监察他 那就找了他们自己去监察他 不就是没有监察 其实现在不止没有监察 不至于不得止 刚才那些港人港地 产传媒 大公文匪报 如此类推 他们现在 我们有些抗争的朋友 就在街头里面见到他们 你有你们这些网媒 传统媒体 电子媒体拍着警察做些什么 那些的红媒 其实矛头就在街头的市民拍大头 换句话说 有很大的 然后将那些大头放上去 他们的网站层面 没错 方便以后 郑若驊要检控 又或者在这方面搜集证 提供了足够和妥善的证据 给警方做事 这些就是政治工具 就是打压行家 打压那些 即是有 有一些 有这样公义企出来 是的 有议题 要变成一个公众利益 要发声的 即是一个事件 辅助弱势 帮弱势发声 就针对 好似大陆 上方那些人 就被那些国保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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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现在做帮兇 没错 红梅做帮兇 现在警察 就做了一个黑社会 头头 去选择哪些人 可以来参加这个party 找到你 identify 到你 面容识别到你 就有证据处理了 这个地方 我已经挖了警戒线 不准别人来 你没有有效的合法记者的证明文件 那你在做什么 即是干犯警察 非法采访 其实香港没有非法采访 以往我们去现场采访 是只有你不妨碍执法人员 不妨碍政府现场的安排 或者完全没有违反法例 基本上公民记者 任何人任何市民都可以采访 明白 完全不需要认证 一些事情给大家听 以前封的警戒线 通常是在跌下来 封住他 又或者是有些空岸现场封住他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在香港里面 警察封的范围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试过在今年的7月1日 我们上街的时候 就在这个大友商场里面 两边警察一人拉一条产线 一群组织 整条街的人都当在非法环境里面集结 整条街的范围 我未见过那麽大的子 这些范围是那麽大的 梁某卿 这些是有些执法过档 而且有些三分颜色上大红 即是他为方便自己的执法 就寻愿牺牲民众 牺牲市民的方便 即是将公众地方 变成了他的警戒范围 其实有些地方 根本就不是他的办案的需要 他就是想阻止那些人 阻止市民看着警察办案 没错 阻止记者去记录他们的 即如果有不可 踢大吐火 打小女孩 踢阿婆 向记者或者去医护 胡椒 没有这些不想再见到 但你不想再见到 第一不要做 第二不要忘记楼上有很多手机拍 周围都有一些市民在拍 你可否阻止那些人呢 你可否阻止在现场所有手机收藏 否则我又告你一个非法集结 甚至告你报道 不可能的 还有民间记者 还有很多市民本身都可以出衣 支持这些抗争的事件 他们都可以记录这件事 所以现在郑若驊咨询上诉法庭 要他释法 因为如果有一些人不在现场 但如果有他发放一些消息 都可否去告他 这个是很争辩性的议题 即是会否有通风报信 高等法院未必过得到 我觉得司法科可以打得掉 因为你这样 如果你是在很远的地方拍摄 这次连那些市民在窗口拍摄也不可以 不可以了 即是你见到他是铺了路 是选择传媒 篩选传媒 挑选自己有善的传媒之余 再用这条大约画 去希望法院去解释 如果我不在现场见到人 有发放的资料 都可否定罪了他 那你就知道他整件事 即是警权无限盘 还有不准你发放不利于警察的消息 不利于警察 所有执法人员或政府人员 都是受制于新闻传媒的监察 传媒也是政府的天然监察的一个载体 这种这样的制衡 在香港的文明的普世价值下的社会 是开刀车 开刀车 我觉得现在走向军政府 此不寒 这个军政府就是军人 或者军警 即是所谓公权力 有开刀的人 他的控制力 镇压力是压到一切的 即是谁拳头大就是谁 即是习近平在联大说的 不是谁拳头大就是谁 现在香港就是在做反习的行为 习近平都说不要拳头大就是谁 现在香港就说拳头大是谁 我觉得这样是对香港的民权 对香港的人权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其实这个倒行逆施根本是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全民都是一个监察渠道的趋势 在一个光纤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情况之下 除非你是禁止了全部的香港人 不准有智能手机有拍摄的功能 还是怎样 否则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他自己的 良务日报 露卧夜报 或者什么的东西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媒体 他自己在他个人的社交网络里面 发布的消息 写的一些文章 就已经是一个news的flat 那你又怎样可以抗拒 这个大势阻摧 唯独是你要管长自己的 低级警务人员 执法者不要濫用警权欺人 这就是上策 是的 警权濫权濫暴 以及对市民那种敌对 公民权 人权那种侵犯 这些一定要制约的 一定要约束的 如果不约束 这个社会就没有运行 而且那些人一定不能够 有些不公义的地方 就得到新章 如果公义不得到新章 社会始终都会爆煲 没错 所以有时我们媒体里面 就是说老鹅在这里爆炸 狂爆粗 帮他做出心灵的这种发泄剂 否则社会更恐怖 其实应该有些社会 就是透气口 我们叫做social wealth 就是社会弃罚 让那些人就可以表达到 将他们受到不公的对待 可以表达出来 那这个是正常的 文明社会统治 就要被人民 就是要抒发他们冤屈气 我们可能有很多年幼的网友未必知道 我是年轻的时候 英国佬管治香港 有很多东西 甚至我们的大气电波 以前就有18楼私座 是吧 我们以前就算是年轻看电视 黑白电视号 卓式电视号 七十三 凤刺时弊 你懂英文的 你看BBC BBC大把这些program sacastic 到去骂政府 笑他的皇室 很多这些东西 怎样人家可以做到 我们在华人管治当家作主九七之后 连表都不给表 是吧 以前我们欢乐今宵 都着个数街帽来 讽刺 港英治下的 是正是弊 都是这种这样的 对政府来说 是一种批评 是多嘴街 应该有的 是不可以禁制的 鬼马相声都有这些东西 是吧 我们作品也很多 歌词是讽刺是弊 是正常的 我觉得现在香港走到要一言堂 要向着权力忠心 膜拜 亦都对于政府 只能够say yes 好像公务员要签一些细章 要对政府效忠 要对特首效忠 如果不签 就不用了 怎样可以这样的 就是摆明要做一言堂 公务员不是要政治中立 大家不可以tick side 就算皇军进来 美国佬登陆 解放军入城 他都要保持服务 这个城市里面的市民的态度 不是效忠某一个政府 现在就是要效忠政府 效忠特首都写出来 我觉得这种感觉 对于现代一种公民社会 那种多元声音 以至到在效忠方面 是应该效忠于公众利益 效忠于你服务的持份者 我在想 不是效忠于老闆 很多的婚姻里面 什么贫病相医 没有背叛 大家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都有婚爱情 你别傻了 老国这些婚爱情 就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张 希望大家 就是各位良善的家长 良善的家庭的成员 就不要相信老鹅 老鹅只是反映到他指责 婚爱情是不好的 没有而已 影响到我们的神性的婚姻关系 没错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或者我们也有些人分享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subscribe like share和comment 无论是广传媒 或者老鹅的MIHKTV 都一起支持 乐如谭节目 是的 希望大家都继续表达你们的心声 支持 等我们做多些这样的节目 今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下人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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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